所以我問一下這個韓濱 韓濱來到現場 我覺得鄭村琦老師講得很對 突然之間國防部就宣布要叫招 他延長的力道這麼大 時間這麼長 然後力道整個都加倍 然後細節全部都出來 這些細節看起來不是一天兩天 你好的 應該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那國防部應該有SOP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要動員多少人 叫招要延長到多少時間 所以現在到了這樣的一個強度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台海判斷有這樣的必要 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叫招才要延長 雖然沈富雄說了 我反對叫招 說實在的 叫招14天摸摸槍 擦擦槍 然後去行軍一下 你覺得我們的國軍就會變得強大嗎 台灣就會變得防衛 他覺得沒有用 他說叫招是美國出了搜主意 要保衛台灣 乾脆會恢復徵兵制 對 我贊成沈富雄的順章 對 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要回到 我又順便問問問網友 叫招突然之間大延長 是不是意味著台海大危險 你覺得呢 到現在為止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他是國防部一個 不算很高層的一個主管出來告訴大家 都是講一些事務性的一些性質 但是為什麼叫招要延長 邱國正沒有講 蔡英文沒有講 是不是應該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你什麼樣的評估叫招要延長 而且延長的力度這麼長 天數這麼多 什麼樣的評估 首先我先講那個林昌佐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替代意志會宋公文 宋公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戰爭的時候 他可以當傳令兵 你要知道 戰爭的時候 你的指管通勤都會被人家切斷 你可能連無限電都被人家干擾 這只能靠他了對不對 對啊 就是靠你們傳令 他很重要 這公文非常重要 對 所以要全部把他們招回來 對 但是這些人都是很肉雞肉咖型的人 他去做傳令兵 這可靠嗎 有人很在住 他第一份公文應該送到東沙去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林昌佐 林非凡 他們都有一個專長 你們都忽略了 他們最後會閃 對 會閃的人就不容易被擊中 這個任務就交給他們了 那個閃靈的專業 閃靈 馬上就閃到不見人影 敵軍想找都找不到 這多厲害 那我必須講 對 確實 我覺得應該要講清楚 台海最近真的危機了嗎 是你突然之間 要這樣子教招天數 從本來的那種一天兩天變成14天 因為說實在我問你 這個教招天數你去上網看看 我跟你講大家覺得非常擾民 而且很憤怒 是 你不要講他們工作怎麼辦 家裡面老的怎麼辦 銷子怎麼辦 我有教招過 你又去那種爽爽的教招 去看看那個蒟光日 領一點點錢回來 但現在怎樣 現在不是 真的要去行軍 跟過去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樣教招公布 他難道不知道 他可能會選票會掉嗎 那他當然可能知道 他選票會掉 但就算選票會掉 我還是要這樣子大延長 是倍增 不是增加個一天兩天 人數又這麼多 強度又這麼強 所以意味著一定要啊 就算是這個怎麼樣 選票掉一點 我還是一定要啊 他一定有一些好處 有一些必要性嗎 這是什麼 我先講我教招的經歷 我教招的時候 他就教我們駕公兵貝利喬 那個班長大概講解了10分鐘 那天天氣非常熱 然後大家就在大太陽底下 看他怎麼駕貝利喬 結果他這樣講一講之後就說 算了啦 中華民國打斷你們也亡國了 算了我們休息了 就直接這樣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大家找個硬涼的地方睡覺 就這樣子啊 這就是教招 就是這樣 所以教招本來就是一個浪費時間 完全沒意義的東西嘛 我講實在話就是這樣 但有一些特殊兵種 也許他們有真的很精實 我不知道 至少我們是根本就很涼 那老實講 你說最近是不是危險 真的是危險 這危險有兩個 一個是台海之間 確實戰機的平房出現 軍艦的平房 然後美國一直來 確實他比過去危險 但是沒有危險到那個時候 還沒有危險到那個地步 美國人自己也說 說東奧之前他絕對不會打 所以最近到底在危險什麼 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要去做這些動作呢 我告訴你 因為民進黨的選情危險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教招他的選票會多嗎 教招很多人都認為 他會掉票對不對 年輕人一定會反彈 你憑什麼叫我去浪費我的時間 搞不好工作都不保了 14天耶 我們隔離也不過14天耶 你隔離 那個你14天這樣下來的話 很多人可能靠他養家活口 就賺不了錢了 是啊 那可是問題是 這14天民進黨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會把你的憤怒 你的仇恨轉嫁到中國大陸身上 蛤 這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都是中國大陸害你要被叫招 因為你看喔 最近我真的深深懷疑 民進黨正在跟中國大陸唱和 中共同路人 你看 只要民進黨講一句話 國台辦那邊就講一句話 民進黨說台海危險了 中國大陸哇一片滑岸 甚至連那個劉軍川都講說 那個將來台灣這個 如果統一了之後 就那個你們的稅收就自己用了 講的跟真的一樣耶 雙方都讓你來哇一句對一句耶 所以我現在已經嚴重懷疑 蔡英文根本就是臥底小英同志 根本就是 你是每天聽國台辦命令 你發一句他發一句 你們套好招演戲的是不是 那民進黨深知一個道理就是 只要他們做出動作 國台辦 中國大陸就會回應 所以當他去叫招的時候 青年會憤怒 沒有錯 可是這個時候 他就會去刺激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軍機就會來 中國大陸的軍艦就會來 然後民進黨蘇貞昌 蔡英文 賴信德 就會不斷地給你洗腦說 不是我們要叫你來叫招 可是國家今天真的需要你們保護 因為人家已經要親朋大戶 已經要打來台灣 難道你作為一個年輕人 不應該保護自己嗎 我們沒有辦法 這是不得已的 很多年輕人 你知道年輕人都是 少年戒之在鬥 那種憤恨的 那種鬥爭心態的拳 你要打我家 那我就跟你拚嗎 然後就會把所有的仇恨 轉移到中國大陸身上 那民進黨就得勝 因為民進黨知道 不管是年底的公投也好 或是明年的縣市場選舉也好 他們的贏面都不大 因為他們最近這一年多 實在是搞了亂七八糟 天怒人怨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要出險招 來轉移這個東西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中間有很多巧門的 第一個 他中間規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辦法 什麼如果老闆認為 這個人有工作上的必要性 你就可以幫他申請 讓他不用去叫招 對 所以他是製造一個特權空間 第一個 他們的人都不會有事 對 然後第二個呢 綠班都不會被叫招 是 第二個呢 有一些啊 比如說比較親國民黨 或是不是屬於他們的企業了 你申請我不准可以吧 然後到時候就說你看你看你看 不愛台灣 對他們都不愛台灣 他們就故意想要逃避兵役 就是這樣子啊 這中間 我跟你講民進黨是最會製造這種操作空間的 所以大家看起來好像你去做叫招 是對年輕人選票是嚴重不利 可是實際上未必 搞不好對方反而有利 因為你這樣更容易宣傳抗中保台 實際上對方很好 讓大家一直處在那種狼來了的危險當中 這才是民進黨真正要的目的 但是我也必須說 我從一開頭就講 叫招本身是完全沒意義的東西 如果真的要叫招 我只建議一個動作 不要去說什麼 去訓練他們什麼行軍啊 徵收啊什麼都不用 你先訓練這些兵找到他 應該報到的基地 哈哈哈哈 我是說的 我不開玩笑的 找到報到的基地 因為很簡單 一旦戰爭的時候 可以戴手機嗎 你每一個人都在基地旁邊嗎 所以你手機會斷掉 對 然後你的其他的相關通訊都沒了 大眾運輸工具全沒了 你也不要想開著轎車出去 因為公路可能都斷了 所以要靠著兩隻腿 對 然後還有天上的星星 跟太陽的位置 對 因為你的手機沒了 你可能連GPS也沒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找到你的基地 你怎麼在規定的時間之內報到 我覺得這才是最嚴重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講 你有20萬 30萬 50萬後備軍 找不到基地 拿不到槍 你是廢物 根本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那14天大概 你能夠訓練到這個 我就奧彌陀佛 我就非常感謝你 這就是很精實的訓練 不要開玩笑了 你真的被敵人這樣子 就全面性的這樣攻擊的時候 我就不信有幾個兵能夠報到 除非你剛好就在那個基地旁邊 所以真的認為台海真的危險 那要全面性的真兵 而且要比過去更嚴格的真兵 因為過去那幾十年我們是相對認為沒有那麼危險的 所以至少要恢復三年兵 而且男女都要當什麼替代役 全部去給我當兵沒有替代役 全部都去當兵 那年限跟人家往上拉長 以前45歲退役 現在可能55歲60歲才能退役 戰國時期2000多年前 秦國是全國動員 60歲以下全部給我去當兵 還有的嗎 人家是不囉嗦的 全部都去 所以如果2000多年前的人都能幹這種事 現在人為什麼不行 人家以色列當兵制度也很嚴格 如果真的有決心 真的像民進黨所說的一樣 有心保衛台灣 那就去 然後不要告訴我你有什麼心臟病 沒有什麼先天疾病 全部體側 何博文可以跑5000公尺的 先例性到 我沒有先例性性上兵 我跑不了5000公尺 他跑得要5000公尺 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上美人節的節目說 他可以跑5000公尺 那你可以跑5000公尺 你還不當兵 多少兵跑不到5000公尺 所以都去當兵 除非你真的經過醫學判斷策略 你真的沒辦法當兵 再厭退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有這種決心 才勉強 還不一定的 才勉強可以說 你有心保衛台灣 因為保衛台灣不是單純你有心就可以 你還有相應的武器搭配 還有正確的戰略配合 這一切都太遠了 我們先從最基本的開始 先維持好基本的體能再說 我們先說快樂